哈喽 所有各位观众TVS采访团队是徐贵宁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掌握最新的状况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在台北的时间傍晚五点半左右在现场发表了视讯演说 现场的会场中心呢在他还没有发表演说之前呢已经是坐无虚席了 里面可以坐满1254人 很多人提早半小时来卡位来听泽文斯基的演讲 那他今天的演讲重点呢其实当然也是呼吁全球继续的声援支持乌克兰 他演说时间长达17分钟 在他演说结束之后呢现场也掌声如雷长达将近一分钟 来听下泽文斯基演说的重点内容 里面的声援支持乌克兰总统 里面的声援支持乌克兰总统 在此,他们应该会用到这些决定的决定 这些决定的决定 记者,在1947年,我们的决定 他说,我们的决定是对国家或国家的决定 而对决定,危险,怀疑和凶产 因为多有模式 还有时间上的安排 因为像泽伦斯基他演说的 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现场的会议都是没有其他的同步会议 只有泽伦斯基这一场 等于说与会者所有人都要来听 泽伦斯基发表重点谈话 那之前这个主办方也有向媒体表示 当然就是要透过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来对外展示他们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TVB采访团队会持续为您在现场 掌握任何的最新情况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